好 因為你先生還沒辦法吃素 你兒子沒辦法吃素 然後你也沒辦法吃素 你想吃也不行 那你要多替牠們懺悔 第一 牠們放生小野障 牠的動物超渡了 那你也比較好過生活 不然一下那個病 一下那個病 一下那個瞭解呀 你生活也不好過 所以當然 行菩薩道有時候是孤獨的 但是永遠不退轉 有力量 好 來 現在我們再回向一次 等一下我們去排位回向 麻煩義工菩薩 義人點一支香 點一支香要發給大家 捏一下 再捏一次 來 願意持功德 佛陀神變樂 一億倍加持功德 今天龍力27喔 28 29 30 還有三天喔 都一億倍 希望這三天 你真的吃肉 不然這三天就不要吃了 因為一億倍呢 你吃一隻雞腿就一億隻雞腿呢 你吃素 你吃素一天 那等於一億倍的功德呢 所以佛經說 一頓一天吃災 生生世世沒有戰爭 你不會碰到戰爭的地方 沒有戰爭的痛苦啊 那至少這三天 我們是農曆正月 農曆五月 農曆九月 這個叫三災月 並不是佛教沒有災月喔 這三個月叫三災月 再加上農曆七月 是孝順報恩月 就會加了個七月份 可一年至少有四個月 要守栽戒 應該要吃素 但是你如果真的做不到 那這三個月 多放生好不好 特別綿蘭的動物 這麼便宜啊 比世界各地都好便宜啊 我下個禮拜要去 巴蛋島放海龜 巴萊島放海龜 還有當地的一些四角蛇 牠們抓著野生動物 所以 因為那些野生動物啊 我們盡量的跟牠結善緣 盡量救 相點了嗎 來 發給大家 發給大家 唸一下 眾生無邊寺願多 每天都發願一下啊 煩惱無盡寺願端 法門無量寺願學 佛道無上寺願成 願斷一切惡 無一惡不斷 願修一切善 無一善不修 四度一切眾生 無一眾生不修 每天都唸一下 哇 把你的心量打開 眾生無邊寺願度 你要提醒你自己 因為人畢竟是 凡夫嘛 惰性自私嘛 那你現在要開始 轉化自己的念頭 發這個菩提願 四紅寺願 眾生無邊寺願度 你要一直這樣 去提醒自己 煩惱無盡寺願斷 那我們要幫助所有眾生 斷除煩惱 護持生命電視台 就有如在護持十方三世一切佛法森三寶 所以期望各位 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電視台 所聽到的叫法 運用在您的內心裡面 達到無我的空性 達到慈悲利益眾生 更要隨時收看 隨時護持生命電視台 就是護持三寶 護持帳號 1996-5232 1996-5232 護民生命文化基金會 大家好 我是賴全域副教授 首先要提醒有 呼吸道症狀 慢性疾病 或需進出醫院等高風險場所的民眾 請務必佩戴醫用口罩 且使用一次後 繼續丟棄 那一般民眾在戶外或低風險場所 短時間佩戴的醫用口罩 能不能重複使用呢 依據本團隊研究顯示 用電鍋無水加熱 可以達到殺菌效果 且經食藥署進一步評估 不會影響口罩的過濾效率 將鍋架及內鍋依序放入電鍋 再平放口罩 蓋上鍋蓋 按下電鍋開關 等約3分鐘 再自動跳起 再靜置5分鐘 就完成了 每個口罩 最多重複殺菌3至5次 急需丟棄 再次提醒大家 醫用口罩還是以一次性使用為原則 有破損、髒污 或進出高風險場所佩戴的醫用口罩 用過後請丟垃圾桶 水分裂 鑽기로寄付 零分裂 2分裂 2分裂 農齡 2分裂 第一站 长青路 第二站 长青路 城堂是不幸的 第一站 长青路 下一站 长青路 第一站 长青路 下一站 长青路 中文字幕 字幕 字幕 李宗盛 這個還要發七七年 還要生媽 對 只要長一年都知道 對啦 那個社群 長一邊那邊那邊 其他黨的社群 幹嘛都出來了 婦子中心有舉辦常情會 剛開始的時候會兩個 夫妻兩個過去讀經 那後來有一陣子就不見了 然後去 後來原來發現就是得癌症 他以前他的體積是兩倍大 那後來得癌症就瘦下來 然後包括他老婆也為了要照顧他 也整個都銷售很多 那第一就是他們都租屋 你看那個環境很不好 然後因為他要照顧生命的老公 所以他也沒辦法去上班 所以就是必須靠外面的社會救助 那我們目前所做的活動內容 大部分是以貧苦關懷 或弱勢關懷 那就是說我們會先去訪事 看對方最需要的是什麼 然後再做下一步的行動 第二位關懷婦娥他真的是 真的是很有緣 他本身也很樂觀 也知道說用佛法來關照他的內心 所以我們可以感受到 他的積極的能量很強 不會像說有的人生病 他就自愛自願 像包括我們有時候去關懷 有時候就說我死死也好 我死死也好 我不愛我 他就會很多有這種負面的情緒出來 那我們蔡先生很好 因為有接觸佛法 所以說有佛法就有辦法 因為很多老人家要出門不方便 然後有時候像鄉下地方很多 所以說你要剪個頭髮都要到 比較周車勞頓到 比較熱鬧一點的地方去 所以對他們來講也有點困難 所以我們就會請義工菩薩會剪頭髮的 就把他帶出門 然後就說阿公阿嬤你需要剪頭髮嗎 他如果願意我們就會幫他順便做這個服務 讓他不用再跑那麼遠 而且要幫他省下一筆小小的費用這樣子 其實物資只是說一個媒介 其實現在的人物資來講 除非很貧窮的人 不然物資大部分都是不缺乏 其實我就剛剛講的 物資只是我們一個傳達佛法的橋樑 藉由這個物資來把佛法帶給他 這是比較重要的 其實我們每個人這個身體到最後都會老病死 那最重要的是我們要有精神的資料 包括說我們怎麼創造一個更好的未來的來勢 這是比較重要的 就像大師父講的 我們不要為這輩子求安樂 一定要為下輩子 甚至就是如果說有菩提心的人 當然就是一直到成佛 這是我們的重點 你社會給他再多的物資 給他再多的金錢 可是身體的折磨 還是他自己一個人在承受 沒有人有辦法幫他承擔這個業 那所以就是說只能叫他轉念 那我們會帶他念佛 看到他 其實就是說有一個點 連接到另外一個點的時候會很快 你當你走出來關懷的時候 你會發覺社會真的很多這一種人 很多我們需要我們去幫助 去付出我們關心的人 然後再加上一步 你會再多的物資 你會再多的物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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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